就是那个急一化事 一切帮你打理好了 我出差一趟 一个月才能回来 有什么事 找你张伯伯就行 需要钱了 就直接找张秘书 在外面做人做事 言谈举止 一定要过一下脑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小心点别呼唤了啊 新来的还没搬不住啊 你是前阵子丫头生年长或想着小孩吧 叫齐 齐鹿 对齐鹿 来来来到办公室聊 坐 今天来参观画室是想了解集训吗 爸妈没来啊 现在这个时间参加集训时间是有点紧了 您是张伯伯吗 一直听我爸说 张伯伯的画室 每年都出各个院校的庄园 所以我爸在领考前把我安排过来 我之前有些基础 应该不会掉队 我爸说 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麻烦你了 麻烦你多多关照了 你说的是老张的画室吧 他们集议要从那个门上去 我们这边叫博弈 不好意思 老师 我应该是走错了 打扰您时间 没事 没事 我也是昨天从风中号上看见你的画 画得确实不错 之后去了老张那边 如果是我们不满意的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边 我们对能考上庄园的好苗子 是有优惠的 我叫刘明洋 画室里学生都喊我老刘 刘老师啊 那我就先走了 对了刘老师 外面那些画 都是您画室的学生画的吗 是 我们这边还是挺注重速写的 大量的速写练习 能帮学生更好的掌控形体 我能见见画那幅画的同学吗 我很喜欢他画画的方式 哪一幅 在外面 在外面 魏甲鱼 提醒 来我办公室一趟 来 甲鱼 看看 多少分 九十 九十 九十分的速写你都敢签上自己名字 不要不敢宰 醒醒 是我的话 为什么 我收钱了 我错了 行 这周打扫厕所你俩包了啊 不是喜欢剃吗 去剃剃保洁阿姨吧 甲鱼 这次考试成绩作废 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下次 别再让我逮着 去去去去 回画画去 不好意思啊 家门不幸 让你看笑话了 其实我们这儿平时 还是挺严格的 余老师 你们画室 可以走都不住宿吗 怎么回事啊 老刘怎么知道的 他又不是瞎 你偏偏助教还行 他一眼不就看出是谁画的 那得有个说法吧 总不能钱你拿了 厕所还是我嫂 你什么眼神啊 真仗着自己有点基础 老刘哪也当个新头宝 你就当自己是个人物啊 你想怎么样 都行 还钱 钱一会儿给你转回去 行了吗 行 行了吗 你觉得 同学 同学 不好意思啊 画的事是我问刘老师他才知道的 这事是我的责任 钱明天给你转过去 厕所我扫 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我走 同学 同学 我看你喜欢詹姆斯是吧 刚好我爸的朋友在美国 我抢到了他新出的那款 就当我给你赔礼道歉了 这事就过去了 你怎么拿钱砸谁呢 就是 假如是什么 让你能拿钱砸的吗 你刚刚说 第几代 来 来这儿找事 你不打听打听他妈的 谁来这儿找过事 你跟谁耍横呢 老子正好今天一公子火没地儿发 我们都跟五哥混呢 你把我五哥同步都给你来这儿找事 插我灯了插我灯了 插我灯了插我灯了插我灯了 行了 都回去吧 五哥那边会不会 没事 肯定不是五哥让他们来找事 千里结婚这么多年了 行 那有事来照顾我们 不是说了吗 有事给我打电话呀 刚才那两个人欺负谭仪 你不给钱就想走 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打电话来 这不你就回来了 一号 有 订单